花脸的木骨木鱼在日治时代就已经存在 日本人为了利用木瓜西进行水利发电 因此在这边设置电厂 不过它之所以能够被广为熟知 来自台电的开山辟路 让东电西宋的珍贵史迹 和木骨木鱼的绝代风华 呈现在世人眼前 清澈碧绿的溪流散发宝石般的纯净 弯越峡谷的巨石镇 排列出木骨木鱼的空年之美 位在清水溪与木瓜溪会流出的木骨木鱼 是泰鲁阁族的秘密花园 三百多年前 第一个从南投翻越中央山脉 来到这里的家庭就是木骨木鱼 这是泰鲁阁族的 他们一个语言的一个称呼 它叫木骨木鱼 它就是木骨木鱼的来源 1939年 日本人为取电制作居需品 就选在木瓜西流域 新建东部第一座清水第一发电所 早期日本人他们为了要开发旅乐 要练旅 所以就是在这边建了第一部发电厂 这就是早期电厂的一个防空洞 以前经常会有空洗 空洗的时候厂方的人员 工作人员就赶快走到这个防空洞里面去避难 1942年当时 东部已有十所水利发电所 二战结束后 泰铁公司进行重建工作 为取木瓜西流域的水发电 他们在此开了路造了桥 与木骨木鱼秘境关系密不可分 旧东西流域开始新建的时候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建一条道路 到了光复初期 台湾未发展工业 西部电力严重不足 当时台电决定完成 在日治时代已规划单位落实的东西输电线 把东部剩余电力输送至急需用电的西部 当时西部的用电只是靠大关聚工 这个小小的水利电厂 那么东部水利电厂还有杰宇的用电 所以很希望把东部的电引到西部来供用 这条横跨中央山脉的高压输电线路 西起南投县仁爱乡的万大发电所 向东越过海拔2850公尺的门高山 到花莲县同门发电所 总长46公里 工程之艰难堪称不可能的任务 1950年东西输电线动工 由前行政院长孙运玄担任总工程师 由于高山险峻交通困难 各种机具设备 材料与存粮的搬运 都只能仰仗人力 台电东西输电线是当时国家重大建设 1953年完工 从此16000瓦东部电力得以吸送 不但号称电力的万里长城 在台电人眼中 更是稳定台湾经济的保命线路 在龙王台风的时候 因为花莲台中的一座全塔岛了 那花莲变成电力不足 那反过来从我们从万大重电 满载的送到花莲 那解除限电危机 这条线路保了台电的保命 1999年 729中辽电塔倒塌 全台大停电 紧接着921大地震重创供电系统 最后都是靠着它脱离限电危机 2016年 旧东西输电线工程升退 划时代的电力工程 不只为宝岛带来一甲子的光明 更为台湾经济起飞 照亮人景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 绿都台湾就在森林